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堂 我是梁东 梁某人 在过去的几期节目里面呢 我们请到了西安四维养生学校的这个长海昌教授 和我们分享了很多生活的小长词小秘密 比如说舌头一伸出来 每天刷牙的时候力行体检一下自己呢 对自己的生命有莫大的帮助 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呢 这个长教授就讲了一个话题 他说这个舌头跟我们的身体的某一个内脏里面 有莫大的关系 那到底是跟哪个有关系呢 长教授 欢迎您来到 就问到这个问题了 舌头伸出来以后 我们会发现有人舌头是细细的尖尖的长长的 而有人舌头是厚厚的胖胖的大大的 这种厚而胖大的舌头 它容易和牙齿挨在一起 牙齿给舌头边缘留下一道道深深的硬痕 叫齿痕 也叫牙齿 这齿痕代表着身体体内的脾虚了 五脏当中排行第三的脾虚了 中医在排序当中把脾排在中间 上有肝核心 下有肺核肾 它位于中央 位于中间 位于 我从地理上来讲叫做中原地区 中土 类似于河南那一带 位于中原地区 这个地方很重要的 因为它主要管着人们的运化功能 运化包括了消化 但不仅限于消化 那么运化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化 叫水液的运化 你所喝的每一口水 你所吃的每一顿饭当中的水分 你所吃下去的水果 蔬菜 它里边的液体成分 能不能变成有用的液体 有用的物质 比如变成我们的眼泪 唾液 消化腺 消化液 分泌物 变成我们血管当中的血液 这个功能就靠鼻液来运化 对 靠鼻液来运化 对 因为这两天感冒 鼻液比较多 所以我就突然发现说 以前我都很奇怪的 我怎么身上有那么多的鼻液 那么多的痰 假如一吨一吨的 浓痰化不开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呢 你注意听 一会儿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对 说水液代谢和皮有关 因为皮虚 所以水液没有去往该去的地方 他刚才讲的是 血液也罢 眼泪也罢 唾液也罢 消化液 分泌物也罢 这些都属于有用的 把有用的也要留下来 把没用的东西 要存于身体体那某一个地方 下面还有个闸门 闸门一开哗啦啦就留住了 你想想是哪里 哦 应该是膀胱 哦 对 在膀胱那个地方 可是许多人 他没有把自己皮呵护好 已经有了典型的皮虚了 这种皮虚的人 他首先的表现就是 你的水液没有去往该去的地方 停留在不该停留的地方 比如你组织疏松的地方 好多人 清晨醒来 眼泡 眼瞼是肿的 是胀的 好多人脸是胀的 好多人手也是肿的 胀的 一握拳头 会有一个明显的手上很紧的 这样一个感觉 这个并且晚上睡觉的时候 脚脖子那儿 摁一个窝 一压一个坎 你要穿那个低腰的袜子的话 这个比较紧的袜子 要是一定把你的勒一道深深的硬痕 这些情况统统是水液停留在局部 变成水肿的表现 只要发现一个人有水肿 这个人肯定是非常明显的皮虚 所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皮虚 先看你有没有肿的情况 所以有一些人呢 我发现你把健脾了之后呢 虽然他体重没有降下来 但你觉得这个人精神的很多 一向都收紧了 对 那个就很好 是吧 多余的水分把它已经排泄走去往该去的地方 不是那个虚虚的胖胖的泡泡的那种情况 这种水液停留在局部 渐渐地会变成 由肿而变成痰 痰从哪里来 痰就是从皮虚来 它没有把这些水湿水液运送走 所以它最后就变成痰了 这些痰存于身体体内的肺 在肺里边存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 它对肺就造成一个刺激 因为肺里边有一个压力感受器 对 造成刺激以后 叫喷波欲出 肺就要进行一个痙攣的动作 咔嚓咔嚓 把这些痰把它能够排泄出去 这个排泄痰的这个动作就叫做咳嗽 所以咳嗽是肺在做一个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痰不是肺产生的 不是 肺仅仅是一个 痰瘀而已 是一个存痰的 存痰器 人肉存痰器 它是这样讲 叫做肺为触痰之气 肺为生痰之源 说开始是肿 水液停留在局部造成水肿 既然水液变成痰 痰接下去就会变成啄了 肿 痰 啄 这是一个链锁 到最终变成啄了 啄就是身体体内不需要的那些多余的东西 也把它叫做垃圾 所以有些人看着长得胖 其实都是弹堆的 对 是 丝静丝静 是是是是 都和这个灼有关系 所以我们要判断一个人 他会不会有心脑血管的风险 会不会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 就要看他的灼的情况 我刚刚所讲的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粘 高血脂 肥胖 什么高尿酸 高飘磷 脂肪肝 痛风 这些疾病都叫做代谢异常 这代谢异常全部和脾须有关系 常教授 您现在这个节目功德无量 你知道每天我在街上看的都是一个一个的移动痰鱼 怎么办呢 这些移动痰鱼怎么办呢 问题还没有完 还没完 其实它还容易使我们身体体内的一股气 这股气发生变化 人活一口气你应该相信 佛生一株香 对 这个气不仅仅指的我们呼吸之气 还有我们身体体内秉承父母那些先天之气 先天之气 对 有什么胃气 盈气 中气 元气 中气 我们不说其他的气 我们就说中气 要了解中气 还得了解手术对我们的伤害 当一个人被送上冰冷的手术床 当冰冷手术刀从他身体划过的时候 有一股看不见的东西 顺着刀口就跑掉了 那个东西叫做元气 所以为什么中医在漫长的几千年的过程当中 没有发展出非常迅速而有效的外科手术 尽管以前也有 对吧 其中的一个原因 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华佗被干掉了之后 大家都觉得很害怕 所以这些做手术的都去做兽医去了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很可能中医认为 这个太多的动物在身上滑刀子 它对身体的元气有很大的损伤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因素之下 中国人没有发展出这种强大的 有效的外科手术 是有更根本的深层次的理论基础的 保护色是生物进化出的能力 探路者智能防晒几乎一 光照变色 专业防晒 这是我的保护色 探路者 我认为这是我的保护色